Hello,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我们要去看全新的Tesla Roadster 好,我们刚到Petersen Museum Petersen博物馆在西洛杉矶 有一个很美丽的红色配银色的建筑 在Walshark Boulevard 因为洛杉矶的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 大家都开汽车 因此汽车文化被非常重视 Petersen汽车博物馆里面的车子都是别人捐的 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车子 欢迎大家来参观 Tesla Roadster的闪亮红油漆在房间里非常鲜艳 Tesla Roadster是Tesla的最高等级的超跑车 这台车是世界上最快的车 0到60可以跑到1.9秒 0到100 4.2秒 1.4英里8.8秒 最高速度可以跑过250英里一个小时 里程速可以达到620英里 这高里程速应该是使用Tesla的新4860电池 Tesla Roadster使用Plate Powertrain 有三个马达 一个在前面 两个在后面 起价25万美金 后面的轮胎也非常宽 增加抓地力来帮助它加速 轮胎的摩擦横可以看到这台车在赛道上跑过 外表非常美丽 也很流线型节能 减少空气的摩擦力 增加电池的效率 Rollster的设计让前轮胎靠得很前面 后轮胎非常靠近尾巴 这会让这台车在高速度的时候非常稳 转弯性能也比较好 也有比较好的重心 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放更大的电池 钢圈上只有一个Lugnut 像F1赛车一样 内部设计很极简 有点像宇宙飞船 后面可以坐两个人 但是空间非常小 应该只能坐两个小孩 方向盘也很极简 有点像F1赛车一样 尾灯有点像McClaren的设计风格 但是还是很适合Tesla Rolster 窗户上有两个按钮来代替门把手 像赛车一样 底盘的设计减少车子下面的空气压力 增加下压力和抓地力 为了减少重量 这台车用了很多碳纤维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Tesla Rolster 都是很完美的 新的Tesla Rolster可以让我们看到 Tesla在这短短的几年进步的程度 从第一台Tesla Rolster到现在 Tesla的确有很大的成就 第一台Tesla Rolster不算慢 0-60可以跑到3.9秒 但是跟新的Tesla Rolster1.9秒比 差别还是很大 我很期待明年可以在路上看到 新的Tesla Rolster 刚看完Tesla Rolster 感觉真的很不错 比照片里好看很多 亮红色的油漆非常鲜艳 今天发现有新的消息 就是它0-60 有那个SpaceX的火箭科技 可以达到1.1秒钟 可能会有点危险吧 如果在一般路上开的话 那Tesla Rolster它的数据 跑的速度什么都非常快 然后里面内部设计也是非常完美的 但主要是它开的感觉 这个还是要试开才能知道 因为打个比喻 像保时捷的Taycon 跟Tesla的Model S比的话 Tesla Model S是比Taycon快 就0-60 但是Taycon在赛道上开的感觉 比Model S好很多 然后转弯性能都比Model S好 所以我觉得数据只能说一部分的故事 其他的还是要在赛道上开了以后才能知道 我对Tesla Roadster寄予厚望 Peterson还有很多很酷的车子 像这一台1913年的Mercer Type 35J 很有趣的是前灯有一个很大的放大镜 这台车是那时代最强的赛车 最高速度可以跑到90亿里一个小时 有60匹马力 还有烧油的灯 全世界只有250台 还有这一台完美的1937年 Alfa Romeo 8C 2900B Berlin Anita by Groceria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好 下次再见 好 拜拜